我们再来关注中美经贸摩擦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布 进一步提高对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税率发表谈话 8月24号美方宣布将提高 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的税率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这种单边霸凌的贸易保护主义 和极限施压行径 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共识 违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 严重破坏多边贸易体制 和正常国际贸易秩序 必将自失其果 中方强烈端促美方 不要误判形势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决心 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否则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